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声音在哪边 好像是这边 好痛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石头 眼睛看不见 真的很不方便 撞到石头好痛 而且小青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小朋友 我发现如果眼睛看不见 眼前一片黑漆漆的 心里会很害怕 原来只靠耳朵 或其他的感官生活 其实很不容易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杨永杰 他的世界就是一片黑暗 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他却一点都不害怕 在学校还能够行动自如 赶快来看看他的故事吧 忘了有多久 在美情中 一 好 再来 二 好 再来 一 对 就这样 一 二 他很愿意尝试 我也很愿意让他多尝试一些 毕竟这种小朋友 是需要人家鼓励 还有关心的 和一般的小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 要付别人他十倍的努力 好像人都有这种特性吧 都喜欢有掌声的地方 然后他会觉得 因为参加一千五百公尺以后 他会觉得 自己真的不是那种没有用的人 我看一看人家离我的距离多少 如果我们超过别人的话 等于就是我比较快 我们超过别人的世界结局 一起选我们的结局 星期一早上 张泰国中的全校学生 来到操场集合 准备举行招会 负责管约演奏的 是三年一班的学生 正在吹奏小号的杨永杰 一出生就因为视网膜病变 而双眼全盲 国小读的是齐名学校 但是升上国中之后 反而选择普通国中就读 因为永杰的父母亲 希望他能够尽早学习 并且适应一般学生的生活 我想让他早点接触社会 因为学校也是有调皮的小朋友 我们也曾经童年过 反正让他早点接触到现实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早点带他出去 或许是对他一种帮助 永杰 你都需要跟同学扶一下吗 那个同学你平常都会扶永杰吗 会 为什么 有时候因为他要去扶老师考试 我都会扶他去 什么时候你才需要扶永杰 就是如果要升级 就是只要有外出的 这个什么 像体育课那些都是要带他出老 不然自己如果自己去的话 会很危险 会怕跌倒 然后就是会摔伤怎样的 所以永杰 你扶了这个同学你很放心吗 只要有人扶我都很放心 那我们现在准备好 就准备要出发了 OK 永杰对校园已经非常熟悉 凭着手上可以自由行走 可是最近学校增建了一个水池 为了永杰的安全 特教老师今天特别来到学校 要帮永杰建立一个新的地图 那熟悉路线其实有 大概两种方式 那第一个呢可能就是我们事先 我们的老师可能先 制作的那个触觉地图 就是它是一般平面地图 转成触觉的方式 然后可以去做触摸 那借由地图的一个指导 它可以去建立一个 初步的概念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就是实际去走一遍 OK 好 那我们现在往 水池的方向走咯 你知道水池在哪里吗 因为我不想来 好 暂停一下 那边 那边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好像耳朵 因为我刚刚有听到 左边有水的声音 有水声对不对 老师告诉你那边刚才有一个水车 它是圆形的 然后它在转动的时候 会把水池带上来 对我们来说是看到水池 但是对永杰来说 是听到了水池 特教老师除了带领永杰 了解水池在校园中的位置 还详细描述了水池的样子 帮助他了解水池的形状 因为我们一般名言的 其实就是有大概80% 只是两代视觉 这个管道去吸收兴趣的 那其他部分可能就是你的数学 听点等等之类的 可是因为永杰他本身看不到 所以呢他会其他的那个感官知觉 就会额外的去多加利用 所以现在准备要回教室了吗 有几次同学的铅笔掉了 同学的橡皮擦掉了 甚至于小小的子弹掉了 永杰他坐在前面 他会很快的回头 跟后面的同学讲 你的铅笔掉在右边 你的铅笔掉在左边 你的什么东西掉在哪里 我吓一跳 我说永杰你耳朵怎么那么淋啊 你看哦 好 这里 过来 好 你们站在这边 站过来这边 永杰的对面来 因为你要从这边看来 好 你看哦 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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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回来是不是在这里 A点是不是在这里 A点是不是在这里 好 我们再绕一次哦 好来 你看到我 压住哦 绕绕绕绕绕 来永杰你摸一下哪一段长度 也对 也摸那一段长度 对吧 你敢在看吗 对吧 检老师曾经有过特殊教育的经验 在永杰刚入学的时候 他就自愿担任永杰的班导师 所以永杰很快就适应了国中的生活 但他们之间有一个超级大的挑战 永杰你喜欢上数学课吗 因为有些很有趣我比较喜欢啊 如果像计算的如果很难的话 就觉得算了 会有时候会算的很烦而已啊 那你就不算了就放弃了哦 不会啦 我只是心里会觉得而已啦 但是我还是会笑 那不是会笑的 可是心里会觉得很厉害啊 那怎么办呢 可是要命呢就是图形 像圆形 考月考的时候 就是要叫我们画画图嘛 啊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要我把那个里面的图叙述出来 哎呀 那个图怎么画 我要怎么要用文字叙述出来 那个有点难耶 婉婉 你要这样吗 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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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数学课啦 走 那永杰我们待会要上语言哦 老师 永杰他来这边上什么课啊 我们现在来这边上数学课 对 永杰 永杰的数学课是在操场 对 在操场 很神奇哦 永杰 我们来操场上数学课 而且永杰他上数学课 还要需要用到扫把 扫把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哦 你待会就知道 帮忙掀开 我们的黑板在这里 黑板 小心哦 掀开 黑板在这边 永杰 我们的黑板打开来了 哎呀 老师 你拿扫把干嘛 我拿扫把 不是扫地 这是板茶 好 那你再摸摸看 这是沙子 对 对哦 好 你摸摸看这是什么 来 你摸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圆规 圆规 那你姐有没有用过 有 我们那时候有没有画圆 有哦 好 来 这是位置是不是圆心 好 好 按 好 你这样按之后 好 这边 你还记得没有 我那时候是不是有跟你讲过 好 来 好 来 你慢慢 对 因为我们数学要教的东西 叫做未知数 要解X 勇杰已经看不到了 那我还要教他未知数 那接着我还要教他更好的问题 我要介绍他很多抽象的东西 哇 真的很担心啊 有没有感觉到 有 好棒哦 你看这是你画的圆 有没有很圆 有 有没有 有 好 从具体到半抽象 到抽象 要怎么数学画 那所以常常也会喷到 我真的想不出来 我也跟永杰想 抱歉啊 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教你 因为这一段真的很难教啊 但是老天爷很可爱啊 常常会有那种 灵光乍现 灵机一动 所以我常常有那种 灵机一动的时候 我就跟永杰讲 永杰 赶快快快 我赶快 我想到怎么教你的 所以啊 老师啊 利用操场旁边的沙坑 上数学课 让永杰可以透过 触摸沙力的触感 而去感觉图形 老师啊 希望他在完全理解的情形下 好 自己解开复杂的数学习题 我考你哦 圆周上两个点的连线叫什么 弦 很好 你说一遍 圆周上两个的连线叫做弦 好厉害哦 好 过来到弦这里 有什么值 垂直 好棒哦 圆心到弦这里是不是垂直 很高兴他真的学会了 所以永杰现在会解X哦 会解位置数哦 然后也会解开根号的问题哦 也会解十字教程哦 也会做音试分解哦 甚至配方法也会哦 难以想象 这些很难的地方 很多同学一般孩子 你也的孩子都做不到 永杰做到了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上次学课很好玩 蛮好玩啊 那你有比较了解吗 有 有了解 这个圆在讲什么东西 好 永杰 插黑板了 好 永杰可以了 来 两位协助一下 把板叉盖起来 把我们的黑板盖起来 要帮忙打发擦车 好 往上 在 站上面 好 慢慢的 永杰的爸爸经营中古车的买卖 有空的时候 他和两个弟弟会一起帮忙擦车子 永杰的身高 几乎和爸爸一样高呢 休旅车的车顶 常常是他和爸爸 一起擦拭的 直爸爸你平常都会一起迎永杰 他们兄弟帮忙 对啊 弟弟旁边 他比较矮 哥哥比较高 你那边上面有牌子哦 好 上面有天线 没有啦 你再拉 拉过去 好 再拉回来 带回来一下 好 OK 带过来 爸爸这是每天的工作 对啊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哦 也可以也比较慢而已啊 两个人在做比较快 他有节奏是什么时候会帮忙的 他就放课读书完了有空 我们就会利用时间叫他来帮忙一下 永杰你会拒绝爸爸吗 不会 所以你还蛮喜欢帮爸爸一起做这个事情 好过来 好 你在那边就好了 好 你在那边就好了 可以永杰做这个事情很放心吗 还OK啊 因为自己家里的工作啊 他还做的还蛮OK的啊 他就有空就请他帮忙一下 小六时候就开始帮忙擦了 对一般人来讲是蛮轻松的 对忙人生来讲是 有时候他也是要摸 但是有多一个人帮忙 也是速度会比自己一个人差的比较快 好 怎么行 你知道 要搓干净 再高一点 弄高一点 爸爸 这也是算训练他独立的一种方式 当然 他以后出去社会 要自己洗衣服啊 自己 自己洗衣服啊 自己洗衣服啊 永杰的妈妈 正在帮永杰的点字课本加工 因为担心原来的课本 摸起来的感觉不够立体 所以啊 从永杰开始念幼稚圆起 妈妈就不间断地 寻找各种材料做加工 因为这个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部位不太一样 你如果只是用一般的这个 好像摸起来会 感觉都一样 它如果材质不一样 它是很容易就可以变比出来 所以照着做 会把它换 那你是去哪边找到这些材料的啊 就是到处去收集啊 去那种饰品店啊 书局啊 都有啊 还是像那种吃蛋糕啊 用下来的绳子啊 好 什么都可以啊 你看 这些人家送个礼物里面的 只要是我觉得可以用得到的 全部都把它捡起来 所以妈妈这是你的白宝箱吗 对啊 还有别盒呢 永杰啊 虽然眼睛看不见哦 但是他就跟一般的国中生一样 很希望自己能够独立自主 小时候啊 妈妈总是跟在永杰的身边帮忙他 甚至哦 还会跑去学校啊 偷偷看永杰呢 不过现在永杰啊 希望妈妈不要太紧张 让他可以尝试更多的挑战 像永杰的班导师就很鼓励他哦 多多参加体育的运动 譬如说 投篮 可是等一下 眼睛看不见 小庄爸爸很好奇耶 永杰要怎么投篮啊 哇 差点了 差不多哦 来 方向差不多 噴到篮框 再用力一点点 再用力一点点 快进去咯 方向对咯 好 在永杰的篮球规则里 没有白色的罚球线 也没有复杂的技巧 他体会投篮的方式 就是啊 球 击中篮板之后 回传过来的声音 依照声音的远近 大小 再调整 投球的力气和方向 噢 偏到右边了 这个 恭喜 进了 太好了 我现在投进了三拳 继续努力 加油 好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好 手 对 脚抬起来 一 一 是这一脚 一 是这一脚 好 再来 二 对 脚抬起来 三脚这里 好 再来 一 对 对 对 国二的时候 永杰在全校的运动会上 参加了一千五百公尺的耐力跑 一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 每个师长和同学都很惊讶 甚至连妈妈都觉得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三 二 好 这个就放轻松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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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想象 你看不到的孩子 他知道怎么跑步吗 这是我假设的第一个前提 一 来 丢过 好 对 好 很好 一 二 一开始跑步那个样子 我看了就头很痛 同手同脚都有 那要冲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换气也有问题 七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忽然跟我说他跑一千五百公尺 我就想说 怎么有可能一千五百公尺呢 我还赶快跑去问人家说 操场一圈是几公尺 他不能够三百 三百 跑五圈 怎么有可能 跑五圈 那时候我就想说 这一点是可怜在开玩笑 结果他已经跟他们老师商量好 两个商量好 结果报名了 那时候我就想说 怎么办 想说竟然头已经洗下去了 就把它洗完吧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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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洁加油 很好继续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让永洁抓着我 或者是我抓着他的脚 或者是他摸着我的心脏 我的鼻子 我的口 我怎么呼气 吐气 那永洁就试着去感受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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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刺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很好 停 走错了什么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一 二 二 后来发现真的可以 他真的可以 我发现他也很喜欢 好像人都有这种特性吧 都喜欢有掌声的地方 然后他会觉得 因为参加一千五百公尺以后 他会觉得 自己真的不是那种没有用的人 他很愿意尝试 我也很愿意让他多尝试一些 因为毕竟这种小朋友是需要人家鼓励 还有关心的 和一般的小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 要付别人他十倍的努力 统结失败了 就再重来一次 直到成功为止 他这种勇于挑战和不放弃的精神 让他的行动不受到眼睛的限制 反而还多出了很多的优点 比如说 勇杰小的时候 很喜欢听火车的声音 所以现在只要有火车经过 听声音 他就知道哪个是菊光 哪个是自强号 厉害了吧 所以小张爸爸也在这里 祝福勇杰 希望他保持这种勇于挑战的精神 好了 地球的孩子们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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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